有些人人如其名,有些人却和她的名字扯不上一点关系 显然,唐朝权势最大的公主,太平公主就是这样的人 太平公主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女儿 小时候,那是万千宠爱于一身,谁都不敢招惹她 就算是土贩,想让她成为和亲对象 武则天甚至直接修建了一座道观,让她出家当道姑,避免和亲 后来,娶了自己小妈的唐高宗李治死了 大旋落到了武则天的手上 为了排除异己,掌握权力,武则天开始了对礼堂宗室的屠戮 而太平公主的丈夫也卷入了这次动乱,死在狱中 为了补偿自己的女儿,武则天强行杀了五优妓的妻子 然后让她娶了太平公主 也就是这时候,太平公主才发现 没有权力的自己不过是别人手上的一枚棋子 之后,她肆意培养势力,各种讨好武则天,掌握权力 后来,张剑之发动神龙政变 他也派出了自己的势力帮忙 从武则天手上夺回了权力,复辟唐朝 之后,在为皇后下毒,毒死了她的那个窝囊哥哥李显后 她又和侄儿李隆基联合 发动宫廷政变,把为皇后一党杀了个干净 帮助李诞成为皇帝 当然,有野心的太平公主 一心想要和武则天一样,成为一个女帝 所以,她打算杀了李隆基自己当皇帝 可惜,身为喜欢玩政变的李家嫡系 李隆基率先在皇城里政变 灭杀了太平公主的党羽 然后逼太平公主自尽 她不太平的一生就此落幕